你知道未来另一半的高矮胖瘦也是命中注定的吗 常常有同学问我 三分老师 我目前交往的对象还可不可以走下去 对方到底适不适合我 或是目前我虽然没有适合的对象 但想要知道未来的对象到底长得怎么样 有什么特征 等遇到了才能好好的讨论会 同学说的这些三分师都听到了 这一集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吧 从斗数来说 要看彼此适不适合 最标准的方法是双方来合个盘 从中看出彼此不相契合的程度 要用合盘这种方式的前提是 对方愿意提供他的生成八字给你 让你来合盘 才有机会谈论彼此的关系 如果对方并不相信命理或是只为斗数呢 又或是给了一个不确定的时程 那么不就无缘得知那个人 与我的契合度了吗 究竟该怎么样才好 实用小技巧大公开 只为斗数中总是有许多这种小诀窍 可以针对每一个特殊的目的 给出一种实用的看法 这次分享的就是可以快速帮我们看出哪样身形的人适合自己 此外如果不以结婚为前提 只是想交往时也可以吗 当然也是没问题的 举例来说 你同时与两个人有交往的机会 其中一个是个子高的 另一个是体型胖的 在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用这次的小秘诀 帮我们筛选出哪一个才是命中适合自己的对象了 这一个小秘诀也经常用来当作夫妻宫定盘的依据 若今天大家学会了 日后有很多与人事现象有关的 大概都可以这样看哦 奴仆宫看配偶的身材 首先把自己的命盘打开后 找到自己的夫妻宫 也就是感情对待的位置 若是想来了解配偶的高矮胖瘦 就需要看配偶的身体位 也就是我的本命奴仆宫 这个观察点就是配偶的疾恶宫 所以这次我们就摆在配偶的角度 也就是我们奴仆宫来观察体型 毕竟每个人配偶身体好坏 或是体质都与这个公位有关系 配偶的试化在我命盘中的互动 会呈现怎么样的现象 才是这次的主轴 采用这样的技巧也称作为 借盘论试 既然都是从配偶的角度来看 每一公位所有的角度 也都是从配偶的角度来理解的 既然我们频道讲的是北派的指挥斗数 那么就不得不先从 陆拳科技的试化项来谈起 若是配偶的集合宫里面 明摆着有生年入食 就表示配偶的体型会比较大一些 或是胖一些 脾气相对也会比较好 若是有生年权 则是体型比较壮 骨架较大而结实 个性也会比较暴躁 脾气也大 个性很急躁 做起事情来会没有耐心 很容易受伤 若是生年磕食 则表示配偶的身材很苗条 均匀 纤细 外观的保养很好 有一种文雅的气质 若是有生年纪食 则表示配偶的身材比较瘦小 皮肤比较黑 这些都是基本的相意 四化双相 如果又有生年双相的 陆拳同工时 则是又胖又壮的体型 很有福态的样子 若是陆磕食 则是身材均匀 皮肤偏白 陆肌则是胖瘦不一 死而变胖 死而变瘦 比较不稳定 而大多数的时间 都是比较瘦的 拳瘦食则像是健美先生一样 结实而均匀 比较多肌肉 但不会显得很难看 拳技的人身上时常有伤 容易跌倒 与人有是非 脾气也暴躁 易怒 科技的人 瘦而小 给人的感觉 看起来也会像是主干一样 星辰 假使配偶的极二宫 没有以上谈到的生年象 或是自画象 那么就要从这个宫位的星辰 来综合判断了 夫妻的极二宫中 有巨门 破均 连针 七杀这几颗星辰石 身高大约有 165到170公分左右 尤其以天良 天童还会再更高一些 若是太阳太阴无曲 那么就会在160公分左右 贪狼跟紫围 就会有中等的身材 担心的紫围 会让你感到沉稳跟厚重 太阳则是有雄伟高大的感觉 连针跟破均 巨门天良则会比较高 那双星的组合里面的 天机跟太阴 或是天童与太阴 就会偏难 天机跟贪狼 有中等的身材 等等 这里讲的都是从 星辰本身的相义来理解的 画面上所显示的 都是各个星辰之间的差异 这些都是一个比例上的概念 其他没有特别谈到的 大概都是中等的身材 从宫位的四话来判断 谈论身材也可以从宫位的四话的关系来思考 狗树虽然有蛇宫 却只有四个宫位 可以直接来解释 身材高矮胖瘦的原因 分别是 己恶宫 父母宫 子女宫 跟田宰宫 腹极线是与自己的体质 与父母的遗传有关 子田线的话 代表了与自身家族的习惯 和身体的业力有关 夫妻的饥饿功 划入入本命父母宫 或是本命的饥饿功时 表示容易因为父母的遗传而变胖 若是夫妻的饥饿功 进入本命的饥饿功时 是从本命的父母宫 比较是自己体质的关系 而比较是不受父母遗传的影响 假使夫妻的饥饿功 划入入本命的田宰功 或是本命的子女宫时 表示变胖是与家族的习惯 比较有关系 这也表示家族中的人 都有偏肥胖的体质 若是夫妻的饥饿功 划进入本命的田宰功 或是本命的子女宫时 划表示家族的体型 并不会遗传在自己身上 换言之 不受家族业力的影响 如果同时陆入腹极线 又划进入子田县 划是不胖也不瘦 属于中等的身材 今天的动脑时间 我们就来复习一下 老师所讲的内容 大家有听懂吗 题目一 要知道配偶的高矮胖瘦 应该要看哪一个宫位 答案是C 这个应该相当简单 我们今天一直谈到这个宫位 若是搞错的 再从前面看一次吧 题目二 与身体高矮胖瘦有关的四个宫位里 以下哪个宫位不包含在里面 A 饥饿功 B 父母功 C 命功 D 田宰功 答案是C 命功 简单吗 知道这四个宫位是哪四宫吗 就是 吉二宫 父母宫 子女宫 田宰功 你也可以理解为 负极线 与子田线 题目三 用四话来解释身材 以下哪个是不正确的 A 入围胖 叫风雨 B 权是壮硕 C 科式骨架粗而结实 D 记代表瘦小 答案是C 科式骨架粗而结实 这是错误的答案 骨架粗壮结实是指权的特征 这一点大家可别忘了 我们今天分享了如何透过紫微斗数来看到未来另一半的身材 虽然这次的分享有一点细碎 但也可以让大家知道一般的命理师是怎么理解你的问题 并且从命盘中找到对应的答案 非常有趣吧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也记得按赞订阅与开启小铃铛 若喜欢Simon老师的这一集 也可以透过超级感谢来支持老师的影片 那么今天就聊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